日本時事通訊社17號說 隨著新冠病毒傳播 日本東京都政府 宣布在分4級制度中 將感染境界級別 上條1級 去到感染再次蔓延 這是第二最高級別 政府呼籲提高警惕 加強措施 東京都提高對感染情況的境界級別 但對醫療供給系統的境界級別 就維持不變 11月15日 日本親確診個案 在兩個半月以來 首試超過1萬 27日的確診個案 是連續兩天超過1萬 每週的平均數 亦都是連續三週增加